为了保证罢韩投票能够顺利举行 台选务机构主管李静勇曾以人头挂保证 如今1823个投开票所已全数打标 台湾媒体讽刺李静勇称李静勇的头保住了 绿营上下对罢韩势在必得 民进党内已经开始布局韩国瑜被罢免后的补选 其中台行政机构复职负责人陈奇迈呼声最高 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文艺表示 陈奇迈在2018年参选高雄市长落败 如果能参与补选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 针对来势汹汹的罢韩行动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8号表示 选举与罢免是民众的权利我们都尊重 但是作为国民党中央对于在县市施政的党员 一定全力协助 各司其子就是现在我们最该做的事情 也希望王院长能够协助本党 那当然在高雄这个事情上面 我相信王院长是绝对以大局为重的 不过蓝营内部也有人开始思考 万一韩国瑜真的被罢免 那么接下来的高雄市长补选应由国民党前党主席朱立伦 披挂上阵 江启臣否认了传言 但国民党组发会前主委张亚平却有不同看法 他认为如果真要一战 蓝营不该先出底牌 应该让江启臣主席亲征 而不是朱立伦前主席去牺牲 他认为优优优独播剧场上